編列這300億的薪資補貼的部分 我們是針對無一定雇主的自營作業者 我們給他補助 那大家很關心的說 那到底誰有申請的資格 那我想當初在規劃這個現金補貼的時候 我們有三大原則 就是院的第一個排富 第二個就是不重複領取補貼 那勞動部呢 這邊在設定一個就是弱勢優先 那所以我們目前規劃的就是 以107年沒有達到課稅標準 然後他有在職業工會投保 而且投保薪資是在2萬4千元以下的 那麼我們將給予每個月現金補助1萬元 一共補助3萬 那各位都會關心說 為什麼要把這個線設在2萬4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大概有從我們勞保的資料做一個統計 目前投保在職業工會 而且投保薪資是2萬4千元以下的自營作業者人數 一共有133萬5千061人 那佔整個職業工會的投保人數是6成5 跟各位報告我們現在整個職業工會投保人數大概205萬左右 所以大概我們剛剛講的這2萬4以下的自營作業者 他133萬5千061 佔了大概6成5 那這個這麼多 133萬包括哪些 那其實這之間包括第一時間點 受到疫情衝擊最大的住宿跟餐飲從業人員 我們統計了一下 他就有11萬9千327人 另外批發及零售業也受影響很大 他就有占到70396人 另外運輸倉儲業有10萬6千599人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有35433人 那這些行業 我剛念的這四大行業 都是目前因為這個 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受衝擊較嚴重的 那這些人也從業人員他的薪資也比較低 所以我們認為說 應該以這些衝擊大 然後薪資較低的這些弱勢勞工 列為優先協助的對象 來穩住他們的生活